4月18号 埃及考古界公布了两条好消息 除了经修复后的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 在卢科索神庙揭晓外 考古学家还在卢科索西区 挖掘一个距今已有3500年历史的墓葬石 发现了数据木乃伊和上千件珍贵文物 考古专家称此为近几年来 古埃及文物极为重大的新发现